张博之不怪庭峰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张博之会陪伴谢庭峰直到生命尽头 很多人都认为谢庭峰张博之离婚的原因 就是谢庭峰介意照片们的事情 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老婆的丑闻 因为陈冠希的照片事件爆发 张博之成为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 张博之在一夜之间成为丑闻女主 事业也一落千丈 那么谢庭峰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跟张博之离婚了吗 当时的网友们也都认为谢庭峰会和张博之离婚 可让人意外的是 在面对舆论压力时 谢庭峰并没有选择与张博之离婚 反而在接受采访时为张博之喜亲嫌隙 谢庭峰称自己从18岁就认识张博之 很了解张博之的为人 现在已经跟博之结婚了 照片是发生在结婚前的事情 博之在婚内并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选择博之作为妻子 那就一定会接受他所有的过去 不得不说 当时的谢庭峰说出这番话是真不容易 要知道谢庭峰是一个对男女关系特别思维笼统的人 能够做出这副觉悟 可真是绝佳好男人 让无数痴男怨女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样子 照片们的事情在谢庭峰的释怀下告一段落 可没想到的是张博之神经大条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张博之跟阿娇一起打飞机前往姐妹的婚礼 没想到在飞机上巧合的碰到了照片们男主角陈冠希 本来这个巧合就很尴尬了 没想到的是张博之神经大条 并不必会跟前任接触 与陈冠希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旁边的阿娇大气都不敢出 张博之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谢太太的身份 甚至还主动跟陈冠希拍了世界和解的大合照 常言道 好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 可张博之这波与前任重修就好的举动 彻底让谢庭峰看傻眼 男人的尊严已经惹无可忍了 谢庭峰直接官宣离婚 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 网友的看法各不相同 很多人都认为是张博之作 辜负了谢庭峰对张博之的信任 也有人认为是谢庭峰小度鸡肠 一开始就没有真的大度谅解照片们事件 而且谢庭峰早就想离开张博之了 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毕竟离婚后的谢庭峰也是奔着震惊世人去的 以极快的速度跟前任王妃破镜重圆 这不就妥妥地打了张博之的脸吗 网友不禁好奇 谢庭峰的感情世界里是不是就只有前任 多年来一直在王妃张博之之间徘徊 无论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 张博之都表示不会怪谢庭峰 当时的他们都还年轻 很多事情很多决定都很冲动 但无论他们两人的关系走向如何 都影响不了谢庭峰是张博之孩子亲生爸爸的事实 谢庭峰也不再逃避 如实说出与张博之的关系 原来两个人已经从恋人关系 再往前一步发展了 就是超越爱情的亲情 位置我 我都更想要要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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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